哈喽大家好,我是Kent亮 前几天我想要把我下载下来的课程 上载到我的Google Drive做backup时 才发现了我的Google Drive已经满了 我上了Shopee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人卖Google Drive的网盘 看到有一个卖家 虽然他卖一个Google Drive只15块钱 却卖了5000套 等于他赚了大概25000马币 我上网查了一下 其实我们可以用零成本做同一样的service 今天我会分享你如何可以帮助他人增加他的网盘Google Drive 你又可以赚到一些零用钱 不需要出本钱,利用你的电脑家里的网络 在Lazada Shopee一些网络平台赚钱 请溜手到影片最后 我将会分享通过这个方法 你可以赚3到4倍的方法 如果你也喜欢网络赚钱,网络营销一些技能 请支持我 你的订阅可以让我继续制作影片的动力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一些网络赚钱 网络技能方面的知识 订阅和按下铃铛 下一次我的更新你将会第一时间收到 我们来看看市场上Google Drive都卖多少钱 我们可以看到最低的价钱是45分 最高的卖价是16块99 新加坡Shopee最低的价钱是45块58分 最高的卖价是去到69块新币 或新加坡Shopee似乎没有什么卖价 如果你是新加坡人 或你有新加坡电话与银行付口 这可以是你一个机会 这些摆在Shopee卖的Google Drive 大多数都是需要另外创建另外一个账号的 而我现在分享的方法 是可以直接绑在你现在用的Gmail 这可以是你一个卖点 OK现在来我们开始创建Google Team Drive 首先我们来到这个网站 这里你只需要完成四个步骤就可完成了 第一个放你的Drive的名字 第二个放上你顾客的Gmail account 第三选一个区域 前五个是Team Drive 六跟七是Google Drive Suite Team Drive跟Google Suite的差别 在于Google Suite里的档案 全部都可以下令给别人 那个人不需要拥有这个Drive的权限 但是如果是Team Drive 你是需要加那个人进来Team Drive 他才可以用到 所以Google Suite Drive 基本上是可以卖得比较高 我们来Shopee看看 有一个卖家卖一个Google Suite Drive 16块99 卖了8000个 他其实已经赚到了146全 到最后点一点I am human 就成功帮顾客加了Google Drive 顾客可以到他的Google Drive Share Drive 这里看到你帮他刚刚进行 他 order Google Drive 好的今天影片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我的分享可以帮到你 请给我一个like订阅 分享 谢谢 下一集见